大家好,我是Data,很久沒有介紹日本食物 今集來到牛頭角,會介紹一間日本餐廳 這間餐廳叫做日本食堂 我們在網上見到它的下午茶價錢都幾便宜 很多食物都是二十至三十元有交易 所以想去試一試,要這間餐廳我們在牛頭角站B6出口春 出了樓先向前行,很快見到洪桃道,我們過馬路 過完馬路轉左手邊,沿著洪桃道向前行 大約走兩三分鐘便會見到燈位 對面是洪桃樓,餐廳是三樓 日本食堂下午茶是兩點半開始 我今日是星期六來,可能是星期六的關係 暫時客人真的不是很多,餐廳面積都幾大 所以想今日客人真的比較少些,差不多有些包場的感覺 我覺得星期六來的確沒有選錯日子 可以慢慢拍,慢慢介紹 其實入到這間餐廳,我有些是不習慣的 因為餐廳的座位非常之闊落,而且我一個人還坐四人桌 它又由兩張大桌拍賣,我覺得每張桌都可以當一張四人桌 所以我一個人坐的位置又非常多 所以坐下來之後,我心情都相當不錯 因為我很少吃日本食,坐得那麼鬆動 我在網上見過它的價錢,我以為這個價錢 餐廳的裝修應該不一般,大家想不到這間餐廳裝修都幾豐富 如果要求不高,其實這間餐廳都有幾個打卡位 剛剛我問了工作人員,他解釋 如果是星期六日或者假期的話 就未必有下午茶供應 因為有時候就有人會包場 就像今日這樣,如果是沒有人包場的話 都會繼續有下午茶 所以如果穩陣一點,大家就一至五來試下午茶 在很久之前,我們介紹過在樓下的茶餐廳 當時也有網友推薦一本給我 但我沒有詳細研究 今次來研究,我才發現一本真是一間寶藏餐廳 價錢不貴,環境坐得很舒服 而且裝修都不錯 現在我們來看看它鹹茶有甚麼食 鹹茶其實有十二款產品選擇 最便宜是20元,就是大阪燒 最貴也不貴,30元 就是拉麵,烏冬 下午茶供應時間是兩點半至六點鐘 星期六日假期就要看情況 除了下午茶還有優惠刺身 刺身就八元起,大部分都有兩件 這個價錢都很低下 如果叫刺身或茶餐的話,就可以優惠價叫飲品 汽水、奶茶、咖啡的東西就加五元 如果是特飲的東西就加十元 後面還有一些優惠的壽司 最便宜是八元起,大部分壽司都有兩件 同樣這些價錢都跟爭鮮差不多 但環境就好很多 我已經叫了幾款食物,全部上齊了 最久就是天婦羅,大約等十分鐘 試試這杯巨峰提子果汁,要加十元 挺大杯下的,提子味道挺好 而且這杯食物不會太甜 上面還有椰果,椰果切成成糖 味道甜甜的,挺好吃的 所以加十元真的值得試 這點就是珍寶大蝦天婦羅 價錢是三十元,看見蝦真的很大隻 除了兩隻蝦之外,還有兩個菜 因為蝦有這麼大,所以裏面蝦肉真的幾多 肉質來說都可以 而裏面蝦肉其實不點醬汁都夠味 還有有少許鹹 再加上它剛剛炸氣,所以味道更加好 不過它的脆皮其實真的幾厚 是很豐富的,我們又加一些醬汁來試試 要不點醬汁呢?那兩種吃法 味道有少許不同,但都不錯 除了大蝦有兩隻之外,還有兩個菜 這件茄子天婦羅,都幾大隻 看見皮沒有煲那麼厚,比較薄些,正常些 不過這個茄子是原味來的 還有這個茄子就柔了少許 因為茄子本身我覺得不夠味 所以點完醬汁之後就好吃很多 青椒就很大件下,見到皮比茄子厚些 見到裡面的青椒還有些水分 吃到這個炸的青椒味道不錯 不過同樣都是沒有一點調味 正常吃的青椒已經不錯 再點完醬汁之後就更加好吃 這個青椒好東西 30元可以吃到這麼大隻蝦的天婦羅 我覺得已經很划算了 這個大阪燒是20元,不是很大件 不過造型都幾精緻 這個大阪燒本身就切開了四件 見到上面滲了一些木耳和紫菜 再加一些蛋黃漿 大阪燒味道不錯,醬汁不是加了很多 但很夠味道,另外上面還有一些是木耳 口感就更加好 20元來說,這個大阪燒不錯 不過份量就不算多 這個就是芝士肉鬆班戟,價錢是22元 看樣子好像挺好吃 不過份量也不算多 其餘班戟就接成四分一 所以有一定的口度 所以切的時候不是那麼好切 因為裡面的肉鬆真的很豐富 而且還有少量的粟米 吃起來的味道就不錯 但這個芝士味就不是說好覺 這個班戟是22元,都不錯 最後我就要試這兩款壽司 我們就先試一下這個劍魚腩壽司 價錢是16元,兩件 這樣看樣子不錯,挺帥仔 雖然就不是說好厚 但油脂是挺豐富的 另外飯就不算好實 不過就這樣吃就好像欠了少許味道 醬油之後就好夠味,亦都好吃很多 這個劍魚腩說不上是很高級 但16元就不貴 這兩件就是油甘乳壽司,價錢是16元 其實看樣子,這個壽司更漂亮些 很明顯這款壽司更加好吃 直接吃魚味已經是不錯 而且飯的醋味亦是挺好的 還有這個飯也是實淨一點 我再加少許醬油 加完醬油之後,飯都好吃 所以加不加醬油來說,這個壽司也不錯 16元是超值的 今次我們就叫我五樣東西 再加了一個巨峰提士汁 總數是114元,沒有茶位,而且不需要加1 水準全餐也是去到做總計的時候 這一餐我真的非常之滿意 因為一本食堂真的有好多優點 先按價錢,價錢真的算是很大眾化 特別下午茶20人3元就有好幾款食物可以選擇 如果有幾個朋友來吃東西,可以叫十幾樣食物 除了出來都是幾十元左右 而且說不夠的話,還可以加點壽司、刺身 壽司、刺身價錢亦不貴 至於食物質素都幾好,絕對對得起這個價錢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都不錯 而這間餐廳距離站大約五分鐘路程 而這間餐廳另一個大優點 就是環境真的相當舒服 而它桌面面積真的大得誇張 還有就是桌子擺得挺疏 和很多日本餐廳截然不同 如果碰巧,客人少的話 其實晚晚坐便非常舒服 所以整體來說,我對這間餐廳真的很滿意 我覺得它是一間寶藏餐廳 如果大家想來試下午茶的話 盡量星期一至五來,便會穩陣些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下集見,拜拜